这个视频再来讲讲如何利用图像分析电磁感应问题 来看个例子 光滑居然斜面MNCD与水平面的夹角为θ 斜面上EFGH的矩形区域内存在垂直于斜面向下的云枪磁场壁 磁场边界EF与斜面底边MN平行 正方形金属框ABCD放在斜面上 AB边平行于磁场边界 现实金属框要静止释放 从它开始运动到CD边离开磁场的过程中 其运动的VT图像是这样的 以至金属框的边长VL质量VM电阻VR 你能求出CD边到达EF时金属框的加速度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从VT图上读取到关键信息 从图上可以看出金属框的运动共分为四段 在0到T时刻的第一段 金属框做云加速直线运动 这显然是金属框进入磁场前的运动 比较容易分析 在T1到2T1的第二段 金属框做云速直线运动 这段是金属框进入磁场的过程 由于安培力恰好等于重力延延斜面的分力 所以金属框做云速运动 在2T1到3T1的第三段 金属框又在做云加速直线运动 这段是金属框完全进入磁场后 安培力消失 又在重力延斜面的分力自动下下滑 在3T1到T2的第四段 金属框做变减速运动 这也是金属框在穿出磁场时 所受安培力大于重力延斜面的分力 对于这种变减速运动 通常要用动量定力或者能量守恒来求解 分析完了 那就开始算吧 当CD边到达EF时 即图上的T2时刻 现况速度为V2 射磁时加速度大小为A2 CD边切割此感线产生的电动式E等于B2V2 所以CD边受到的安培力F等于B1比2乘L 有牛顿第二定律可得 F-MG3C等于MA2 再结合AB边在进入磁场过程中 重力分量跟安培力相当的关系 MG3C等于B方L方V1比上R 连力这四个式子 得到加速度A2是这么一拖 到这里还不算完 这个结果还可以进一步化解 咱们来看 从0到T的这个阶段 对这个云加速运动 加速度A1等于V1-0比上T1 即A1等于V1比T1 同时 这个阶段现况只受重力分离作用 有牛顿第二定律可得 MG3C等于MA1 连力这两个式子 可以得到G3C比V1等于T1分之1 把这个式子带到刚才A2的结果中 最终得到要求的加速度A2 等于V2-V1比以上T1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咱们讲了如何利用图像 分析电磁感应问题 你要记住 分析这一种问题时 重点就是读图 根据图像坐标中的物理量 图像是直线还是曲线等 判断出各个阶段的运动特点 从而列出方程 进京秋节 好了 就讲这么多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 谢谢大家